这个视频大概很多人都看到过 一个身穿化仙衣服的女孩去加油 突然起火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罪魁祸首是静电 如今加油站上的自助加油机越来越多 自助加油机的使用率也越来越高 对于加油不能打手机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对于加油时要先消除静电 以及如何消除静电 或许多数车主就比较困惑了 静电对加油时隐藏的危害 从前面的视频中我们已经见识到了 那我们加油时又应该如何防范静电呢 首先加油前先放电 静电的危害在自助加油机设计时 已经被考虑到了 因此在加油机上设计有提供放电的地方 加油机上的金属键盘是直接与地相接触的 车主在加油前都需要在键盘上 输入自己的加油信息 这个过程相当于对身上所携带的静电进行放电 消除了身上所携带的静电 这也是为什么视频中的女车主 在第一次加油时火灾不会发生的原因 她在加油前通过输出加油信息进行了放电 此外自助加油机上还有一个圆形的静电释放器 上面也会提醒你在加油前用手触摸以释放静电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提醒你通过与它的摩擦释放掉身上所携带的静电 防止接下来在加油的过程中的隐藏危害 第二点加油时不要回到车内 这一点很多人会疏忽 车内是静电的一大生产基地 若在加油时回到车内会使你身上再次浮上静电 存在安全隐患 因此我们在加油过程中最好不要回到车内 防止再次将静电召回身上 建议大家加油时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 第三加油时要将油箱尽量地伸入油箱口 加油时将油枪尽量地伸入油箱口 可以减少加油过程中挥发汽油蒸汽 从源头上减少起火介质降低安全隐患 最后一点加完油后等无余油再将油枪拔出 很多车主习惯加完油马上就将油枪拔出 但是这时候油枪头上还有残余的油滴 若此时马上将油枪拔出不仅造成浪费 剩下的油滴还可能低落到车上污染车子 更重要的是可能进一步增加起火的隐患